字幕提供 近幾個月不少動物機構都接收了很多很多因為移民而被棄養的寵物 移民絕對不是一個棄養的藉口 尤其是如果你要去英國這個Pet Travel條例這麼寬鬆的國家 如果你隨便找幾間當你水魚的寵物移民agent問價 就以為寵物移民很貴而選擇棄養 那你不止可恥,還是按鈎 究竟怎樣帶寵物去英國呢? 其實在英國的政府網站已經step by step教你了 我在這裏都簡單歸納一下和分享一下究竟整個過程要花多少錢 過程順利的話最快只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去準備就可以出發了 首先大貓貓去打ISO晶片和打瘋狗證的疫苗 這兩樣東西可以同一日做,但一定要先打晶片,之後才打疫苗 打完疫苗之後要21日之後才可以飛 香港的晶片格式是AVID9位數 記得問清楚獸醫是不是有15位數的ISO晶片 我自己就在元朗這間Carsola那裏打 同日打疫苗,之後的健康證書都是在這裏做 打晶片和打疫苗兩隻貓用了920元 買貓龍用了1200元左右 留意不同的航空公司對寵物龍的要求都不同 好像BA那樣就可以兩隻貓放在一起,CX就不行 BA亦都接受貶被貓搭cargo 但龍就要給它原本的要求再大10% 之後就要預訂機位了,這部份是最麻煩和比較複雜的 因為CX停了寵物機位,直行就只有BA可以預訂 而BA的寵物機位比CX貴一倍左右 這裏就花得最多錢 我兩隻貓放一個龍,費用是22650元 英國那邊收的pet travel scheme fee 就3850元 清關費用兩隻貓150磅 大約是1615元港幣 這裏加起來就用了28115元 BA的cargo service是由IAG cargo運運的 而Dacon的服務,即是預訂位、check-in等 是由一間叫Jardine Aviation的公司代理 首先你就要發電郵給這間公司預訂位 預訂後會給你一個Airway bills number 之後你把這個號碼連同你的名字 到日期,發給英國那邊負責清關的公司PBS 之後會有一份清關文件要你填 不過都是基本東西,不難填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帶寵物去英國 為了加快清關的程序 PBS會要求主人預先填好一張GB Health Cert 之後給HARC,即是HIVRO的Animal Reception Center pre-check了先,看看有沒有錯誤 他都說明你給他pre-check那張Health Cert 可以是未給獸醫和預護署簽名的 那check完OK會給你一張feedback 你送回PBS 由於BA的寵物機位 現在非常供不應求 而且整個過程都有點複雜 我之後會在第二條片再詳細說一下 我是怎樣預訂到機位 以及整個流程是怎樣 還有什麼文件要處理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另外就是如果有TOR的Unit Reference Number 你都要給PBS那邊 貓貓入境的時候就不用付稅 如果沒有的話都不要緊 他不會不讓你入境 最多是付稅的 就算你付了稅 可以之後你有TOR Number的時候 去Claim都可以 之後我都會再拍一集說一下 怎樣申請TOR 大家想知道的話就記得留意 到出發前十天內 去獸醫做一個簡單的身體檢查 簽一張你之前已經填好了 還有precheck好的GB Health Cert就可以了 通常診所都會另外出多一張健康證明 是給你上機用的 證明貓貓已經打好晶片 打好疫苗 足夠健康可以坐飛機 這裡兩隻貓檢查 加上出Health Cert的費用 就用了$1320 之後將手衣簽好的GB Health Cert 健康證明、針卡證本 和Non-Commercial Declaration Form 和主人的機票 填滿將餘戶處的動物健康證書申請表 拿去餘戶處做加簽 兩隻貓的費用是$615 留意Non-Commercial的Pets Import 和主人入境英國的時間 是不可以超過五天的 到了上機當日 早4-5個小時 帶貓貓去Cargo Center check-in 給了文件職員核對 即場付錢之後就去英國見了 DIY帶兩隻貓貓達BA來英國的費用 總共就要$32,170元 其實真的不算貴的 氣養絕對不是一個選擇 最後給大家一個文件清單參考一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下集跟大家說一下 我怎樣預約BA寵物機位 如果有問題都可以留言問我 我會盡量回答